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懂 我拿人家 哦哦哦哦哦 那你怎么会选择星期六日来做呢 那有空就来做 下次要丑村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回工 这次是第二半年第一次飞 年中才获政府注资救忙的国泰可能即将裁员 集团决定国泰航空和国泰港龙 不会申请第二轮保就业工资補贴 部分附属公司包括香港快运和华文航空等 就会继续申请 由于政府规定 雇主接受补贴期间不可裁员 那些钱亦都要传授用来出粮 因此国泰不再申请补贴 被质疑是为了裁员铺路 早在8月中 已传出国泰会裁员三分一 推算多达6千人 公司星期五向员工发信 没有承诺不裁员 只是说第四季管理层 会向董事局提出 营运规模和模式建议 有重组定案会尽快通知员工 国泰今年6月接受政府注资273亿 首轮保就业计划中 亦都获得超过7亿補贴 但国泰航空就有4亿多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说 一度幻想公司会因此不再炒人 但现在公司不申请第二期保就业 是裁员的极大暗示 并没有顾及员工生计令人失望 直控盟主席吴敏仪也说 近期收到消息说 国泰港龙部门主管被要求提交裁员名单 勞工署亦表示关注 机场空运员工协会理事长方庭浩 就担心国泰作为龙头企业 会令其他公司访效引发裁员潮 独亡记者庞线余报道